欢迎回来 这里是春朗普拉斯的 《中国商业史业》第43期下集 换迭完毕 我们继续来说郭世家族的斗争 人生的最低谷时 郭炳香不相信任何人 甚至不相信甘愿以身犯险 去救他的妻子李天颖 但他却无比信任 他的红颜之己 唐锦新 唐锦新 绝对算不上年轻貌美 甚至比郭炳香还大三岁 他出生于香港著名的工业世家 父亲唐全 发家比郭德胜还早 在业内颇具名望 被誉为香港70年代的机械大王 论其家世财力 唐家虽不及郭家雄厚 但在香港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关于他和郭炳香的相识 坊间有两种传闻 一是说二人青梅竹马 早年便已相识 且互生情愫 但由于郭炳香父亲郭德胜的反对 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这次绑架案后 郭炳香长期心理封闭 初恋唐锦新此时的出现 给了郭炳香莫大的心理安慰 还有一种小道消息说 唐锦新原是李天颖的好友 并通过李天颖结识了郭炳香 可二人却背着李天颖优了首尾 在郭炳香病情加重的日子里 他甚至只允许唐锦新陪着他周游世界 树心解气 期间 唐锦新对郭炳香可谓是细心照料 关怀备志 经过修养 郭炳香逐渐找回了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回到新鸿基后 已经取得了郭炳香信任的唐锦新 开始将手伸向新鸿基地产 不仅频频干预投资决策 还在公司里培植自己的势力 郭炳香对唐锦新可谓言听计从 就连参加政府会议 郭炳香也是带着唐锦新高调出席 正妻李天颖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李天颖看着曾经恩爱的丈夫 转头他人怀抱 心灰意冷 在家人的劝说下 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 还担任了香港生命救助热线主席 为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提供帮助 而郭炳香和唐锦新的关系 则遭到了郭家人的一致反对 在母亲邝销卿看来 儿媳李天颖为郭炳香生儿育女 多年来也恭敬孝顺 绑架暗时为了救郭炳香 只身负险 可儿子却恩将仇报 数十荒唐 邝销卿勒令儿子和唐锦新分手 可是年过五十的郭炳香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仰仗父亲光环的少年 他宁可背拟母亲 也要和唐锦新在一起 而在另外兄弟二人看来 大哥的私生活他们管不着 但是唐锦新这个外人野心勃勃 在公司的地位 于是2002年10月16日 邝销卿亲自主持家宴 请三个儿子回家聚餐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 邝销卿默认郭炳香和唐锦新 可以继续交往 但餐后让二儿子郭炳江 手术了针对郭炳香的十一条家规 包括不能和李天颖离婚 唐锦新与子女 不能参与公司事务及管理 不准进入地医院酒店 及两个办公室 郭炳香不能与唐锦新结婚 唐不能自称郭泰等等 郭炳香同意了协议 三兄弟联合见证签名坐实 这纸家规上还写道 妈不在以上一样有效 最初的几年 协议的效率很大 郭炳香还能恪守 家里看上去也风平浪静 新鸿基地产表面并无外伤 财政和业绩依旧一直独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回归新鸿基的郭炳香 开始试图从二位弟弟手中收回权柄 兄弟间摩擦也不断加剧 一场权力的争夺战开始暗中发酵 最终在2007年碰然爆发 这一年 新鸿基开展了 铜锣安快捷假日酒店的收购计划 掌管酒店部的郭炳香 极其看好香港酒店业的未来发展 力主以15.8亿港元购入该酒店 但负责管理财务的郭炳联认为 该酒店回报太低 不值得购入 在两方的争论中 郭炳香站在了郭炳联一方 他反驳称 新鸿基一项以来 只做大型综合体项目 这种仅设计担动散售物业的交易 不符合新鸿基一项的运营风格 随后 双方由单纯的业务争论 上升至猜疑记恨 最终 郭炳香凭借主席身份 强行签字落实 虽然这桩交易达成了 但兄弟间的感情 却像撕开了一个口子 再也无法弥合 三人内认的消息也不禁而走 成为了香港商界众所周知的秘密 不仅如此 新鸿基此时在香港最重要的发展项目 九龙地铁站上盖项目 又引发了一场内部派系的博弈 按照惯例 租务部事务应由郭炳联负责 但在邝肖青的支持下 邝准也加入了该项目管理委员会 而郭炳香的女儿郭小妍 也调制该项目任职 再加上想在租务生意上 拿到话语权的郭炳香 一场在酒店的设计、装修、用料 租务代理选择和定价等细节的论战 开始了 矛盾的焦点在于 郭炳香选定的酒店管理公司 和租务代理公司 遭到另外两个兄弟的一致否定 气愤之下 郭炳香透过身边人向外透露 认为郭炳联负责的 租与瑞士信贷银行的写字楼 面积于30万平方尺 定价过低 按时不排除有内部人 收取差价回用的可能 最终这场争论 郭炳香再次祭出主席身份 力保自己的候选合作方上位 另外 由于新鸿基在香港的很多业务 已经被两个弟弟接手 在唐锦鑫的建议下 郭炳香决定进军 不被弟弟重视的内地房地产市场 仅半年时间 他就洽谈并买入了 超过15个内地及港澳楼盘 而这些地皮总价 已经超过了200亿港元 远超出了公司所做的投资规划 在内地紧缩信贷的情况下 郭炳香一意孤行的做法 让信鸿基内部颇有微辞 为此 郭炳香与郭炳 甚至不惜亲自拜访的 内地省市官员 从中挑拨否决郭炳香的项目 郭炳香对弟弟背后拆台的行为 十分愤怒 在他看来 这些投资项目 非但没有令信鸿基亏损 反而壮大了集团的规模 他直言 如果要指责他有投资失误 可以拿出证据 而不是在背后搞小动作 在公司项目上的争吵摩擦 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见不合 再加上在当初的绑架事件的积怨 郭炳香表面功夫都不想再做 彻底和两个弟弟决裂 除了继承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新鸿基内部的其他派系也纠纷不断 长期以来 元老陈聚元一直负责新界的农地收购工作 牵涉事务繁琐 导致了陈聚元派系内部人员混杂 甚至涉及乡绅 退休政界警戒高层等势力 或许是利益分赃不均 陈派系中 突然有人向新鸿基董事局 举报了陈聚元 举报称 陈聚元在收购位于新界大维香粉辽的地块时 业主原本有意将该地块授予新鸿基 但代表新鸿基出面谈判的陈聚元 公开表示不感兴趣 但私下里 他通过自己控制的第三方公司 以高出原业主报价的价格买入 之后再度加价授予新鸿基 前后差额超过1.5亿元 事发后 新鸿基高层立即开始讨论该如何处置陈聚元 郭炳将为了保持高层稳定 提出继续留任陈聚元 但郭炳香认为 应当立即辞退陈聚元 以绝后患 再次爆发冲突 最后邝销清出山一锤定音 宣称看在陈聚元为新鸿基工作30多年的面子上 做主剥夺他的实权 但留任执行董事一职 而郭炳香也借此 成功引入前总警司陈铁监 作为新鸿基的安全顾问 事实上 这一行为是郭炳香的红颜知己 唐锦辛的运作 唐锦辛的父亲唐全 在警界颇有人脉 与前警务处处长李军夏等警务高官 均十分相熟 借此事 他正好可以在新鸿基安插自己人 然而 唐锦辛一个外人插手新鸿基的家世 再度引起了邝销清和郭炳香的不满 更得寸进尺的是 2007年年末 郭炳香违背了当初的协议 试图将唐锦辛安排进董事局 并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决策 要知道 如果唐锦辛进入董事会 郭炳香将拥有两票投票权 这不仅会打破三兄弟之间的平衡 更会威胁家族的利益 这些越界行为彻底惹恼了邝销清 在郭炳莲和郭炳江两兄弟游说下 郭炳香的提议 也遭到了包括李肇基 邝准等一干元老的一致反对 郭氏家族的律师兼好友 徐家慎 也代表邝销清 给发了一封最后通牒信件 警告郭炳香离开唐锦辛 否则会撤换他新鸿基主席的职位 最后 世伯李肇基和何鸿燊都出面表态 让香仔听妈咪话 此时 几乎整个家族都站到了郭炳香的对立面 但郭炳香没有动摇 外界都调侃她是 港版污沙公爵 邀美人不要江山 在一周刊等媒体对此时爆料后 新鸿基方面很快发布新闻稿做出回应 称新鸿基并未有唐姓女子进入核心管理层 间接堵死了郭炳香扩充权力的渠道 打入家族事业无望 只能另起山头 2008年初 郭炳香在外成立了与新鸿基地产名称相似的 新鸿基地产国际有限公司 开始与唐锦辛共同打理生意 此番做法令新鸿基高层十分不满 他们通过媒体匿名指责郭炳香 是在通过投资转移家族资产 此报道一出 郭氏家族对郭炳香的忍耐也终于达到了极限 一场比绑架更让郭炳香无力的危机 正朝着忙碌的他步步逼近 2008年1月 郭炳香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诊断出了躁郁症 蹊巧的是 2月18日 这份诊断报告出现在了新鸿基的董事会上 郭炳香只能无奈承认说 医生称自己的躁愈症可服药治疗 但提议他在三个月内 避免做任何投资及投票决定 于是董事会决定 让郭炳香及时休假三个月 其职务及职责由郭炳香及郭炳联分担 郭炳香同意了这个方案 当场表示将积极投入治疗 尽早回归公司 谁之一转脸 新鸿基地产就立即发布公告称 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郭炳香 因个人理由 即日起暂时休假 郭炳香职务及职责 将由本公司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郭炳江及郭炳联分担 然而 这份公告 对于郭炳香将在三个月后复职的事 只字未提 回过未来的郭炳香 才察觉给他出去诊断证明的医生 竟是弟弟私下找来的 一场杯酒视频权的把戏浮出水面 郭炳香怒不可遏 随即公开指责 美国医生做出了误诊 两个弟弟使用了相当恶劣的手段 为了证明自己精神没有问题 可以继续担任公司主席 郭炳香找来了香港四名医学权威 替自己证明 但这些反击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两位弟弟毫不理由 给郭炳香提供的健康证明 走投无路的郭炳香 干脆将此事闹上了法院 但法官认为 主席是否复职 应属新红级的内部管理问题 理应交给董事会决定 法院无需介入 其后 郭炳香不服判决 5月26日又提出上诉 但在当天就再度被法院驳回 两次拜诉后 郭炳香无奈地改口说 希望和两位弟弟以及管理层和解 平心尽气地解决问题 他坚持对外声称 离开只是暂时的 最多两三个月 他本人就会重回新红级 郭炳香之所以认为 还有调解的空间 是因为母亲邝晓卿 始终未对此事表态 然而 在中国人的处事哲学里 不表态其实就是最大的表态 果然 2008年5月27日 邝晓卿召开董事会 正式宣布罢免 郭炳香的董事局主席身份 为了稳定军心 年近80了他 决定自己出任主席 并委任郭炳江与郭炳联 为联席主席 而郭炳香则转任为 不参与日常管理的公司 非执行董事 年薪仅仅10万 当日傍晚 得知此消息的郭炳香 悲愤交加 发表声明 坚决否认董事会对他的指控 控诉董事局 以莫须有的理由 撤销他的职务 完全无视他过往18年 对新鸿记的贡献 太子已废 败局已定 但征锋并未停止 母亲偏心 兄弟细强 布下反水 怒火中烧的非太子郭炳香 开启了自己的复仇之路 一众帮兄中 他盯上了许世仁 许并非新鸿记内部成员 他曾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 是香港特区政府 第二高级最有权力的人 他还曾在亚洲金融风暴中 协助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殷权 成功击退了国际吵架 后来 曾殷权出任香港特首 许世仁 被认为是其最移动的军师 虽然国家内斗时 他早已从政府离职 只出任香港行政会议 非官首成员 但其势力依旧不可小觑 而郭炳香与许世仁 相识已有20多年 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在许世仁任政务司长的那两年里 郭炳香没少孝敬这位高官 郭炳香知道 这次许世仁 肯定掺和了自己的家务事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郭炳香与唐锦辛 直接带着大量信红机内部机密文件 来到香港廉政公署 举报信红机地产 与徐世仁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要求进行调查 廉政公署看过香港片子都知道 上展昏君 下展禅臣 是指向香港特首汇报的独立执法机构 但此事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举报材料 很快就被来自高层的指令压制了下来 得知无法推进后 唐锦辛直接威胁廉政公署 称若不认真受理此案 他就会把这些资料 逐日逐部分交给媒体 令卷容案件的政界 商界相关人士 全都陷入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了避免事态失控 廉署不得不介入调查 郭炳香之所以有底气举报 是因为他抓住了许世仁 与新红机往来的一个重要把柄 据传 郭炳香安排进入公司的陈铁监 一直在秘密调查 新红机内部几位元老 其中 有案底的陈铁盐 是重点调查对象 通过调查 他发现 陈铁盐当初那场不了了之的旧案里 1.5亿不知去向的差价 竟有一大半是进了许世仁的摇包 之后 陈铁监便开始暗中搜集证据 随着郭炳香与新红机决裂 这份证据自然成了他的复仇武器 很快 廉政公署就针对此事展开了秘密调查 在此期间 郭炳江、郭炳联兄弟 已经由董事局副主席 升任联席主席 邝销青则从公司退休 坐镇后方 2010年10月4日 邝销青以个人名义发布公告称 对家族信托基金进行重组 郭炳香的家人 是信托基金三分之一权益的受益人 而非之前的郭炳香及其家人 邝销青身边人士还向媒体表态定调 郭炳香已经不再是信托基金的直接受益人 但他的子女仍是 这种分割 其实是为了保证郭炳香若有婚变 该基金不受大的影响 据传 家族为了补偿郭炳香 还将近200亿港元的资金 拨归他处理 随后10月7日 身在海外的郭炳香对外界发声称 他本人及他的家人 郭炳江及其家人 和郭炳莲及其家人 均是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权益的受益人 三兄弟的权益应没有分别 可是10月22日 信洪及发言人公开拆台 称邝销青发布的新闻稿有效 外界都说 郭炳香算是被彻底逐出了家门 众叛亲离的郭炳香 彻底杀红了眼 他再次向廉政公署举报 其一是在许世仁 任香港公积金管理局行政总监期间 在续租信洪基物业 中环国金中心时 租金明显有益于信洪基地产 其二是信洪基地产借香港李顿山豪宅 向许世仁提供利益 廉政公署得到这些方向后 迅速跟进 2012年 经过近4年的调查 廉政公署搜集到大量证据 终于展开收网行动 3月19日 信洪基执行董事陈聚元 被廉政公署拘捕 陈聚元被廉政公署拘捕的消息传出后 信洪基内部对事态的发展 仍持一乐观态度 3月29日早上 香港股市如常开始 但9时51分 港交所突然公布 信洪基地产和公司同系的新一网 紧急停牌 时时20分 同系的上市公司 数码通也宣布停牌 随后 信洪基地产发布了第一份公告宣布停牌 但对于停牌的原因却只字未提 外界猜测不断 直到下午4点 信洪基才姗姗来迟地发布公告称 公司执行董事陈启明 于3月28日刺事 然而 这只是托词罢了 更激烈的暗流正在涌动 一场波及全城的廉政风暴 已经从信洪基高层席卷而来 早在当日清晨6时 一批廉政公署人员 就拘捕了郭炳江、郭炳莲 并将他们带到信洪街总部 进行了当面搜查 因为要带走的文件数量太多 廉政公署人员 特意叫了一辆七座汽车 另一边 七八个廉政公署人员 也突访了李敦山豪宅 拘捕了好梦正憨的许世人 同时还搜查带走一大批文件 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 被拘捕的最高级别官员 当天傍晚 廉政公署发表拘捕声明表示 怀疑郭氏两兄弟涉嫌贪污 及公职员行为适当 不过 与郭炳江被绑架的待遇不同的是 被捕当天晚上11点 郭炳江、郭炳莲兄弟及宝氏离开 半个小时后 许世人亦离开 3月29日晚间 新鸿基地产发布公告 证实郭炳江及郭炳莲被拘留 同时董事会通过决议 郭炳江及郭炳莲将继续履行职责 包括担任公司联席主席兼董事总经理的职务 第二天 郭氏二兄弟返回公司工作 二人向全体员工发信说 放心一切如常 还在信中感叹道 天色虽不会长篮 眼前确实有不少挑战 这只是让我们未来走得更坚壮的考验 但市场的恐慌情绪亦不可阻挡 新鸿基地产股票在30日开盘后 暴跌15% 全天低开低走 收盘暴96.5港元 创下14年来 公司股价当时最大跌幅 市值也在一天之内 蒸发382亿港元 雪上加霜的是 4月16日欧洲传来消息 郭炳香向瑞士仲裁机构提起诉讼 并获判胜诉 郭炳香提出了包括索取 郭氏家族信托文件在内的7项要求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此案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以来 香港历史上涉及最高官员的刑事案件 同年7月 联署宣布正式起诉5名被告 除许世仁和郭氏兄弟外 还有新鸿基地产前执行董事陈居然 香港证券交易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 此案在开庭前风波不断 就拿陪审团来说 案件的性质往往从陪审团中蒙发 香港陪审团通常只有7人 只有在最严重的大事件中 陪审团才会增加到9人 面对香港最大的开发商新鸿基 很多人都不想惹麻烦 该案原定于5月27日开始审理 但在26日选出9名陪审员后 其中一名陪审员突然以身体健康为由 申请免除陪审员出席 最终该陪审团解散 6月初 法庭再次选决9名陪审员 这次在陪审团宣示之前 一位女陪审员在法庭上提出 丈夫为香港警务专员 自己不适合担任陪审员 最终法官回答 只要丈夫不是法官或首席法官 就不能成为免除陪审员的理由 才使得案件正式开始审理 许世人作为第一被告 涉及8项犯罪指控 其中就有涉嫌收受现金 和无抵押贷款3400万港币以上 其余被告郭炳江 郭炳莲等人 则涉嫌提供利益 调查发现 许世人的生活非常奢侈 支出远远超过了其收入 就任政务司司长期间 许世人每年总支出 比其收入高出近两倍 而卸任政务司司长后 年薪大幅减少 但个人支出反而上升 接近收入的10倍 许世人有14个银行账户 25张信用卡 平时不仅经常出入高级酒店 还喜欢玩赛马 可谓花钱如流水 而这些奢侈消费背后 都有新鸿基的影子 郭氏兄弟 早在许世人就任政务司司长之前 就向他行贿 因为许世人在政府决策中影响力很大 可以访问机密资料 而这些资料 与新鸿基地产的利益息息相关 新鸿基的行贿方式非常迂回 汇还总额 共计超过2880万港币 陈聚元从郭炳江那里拿到钱后 采取了许多间接的做法 先将钱转移到新加坡 再汇给香港证券交易所 前主管关雄生 再由他交给许世人 而关雄生在金融界工作了30多年 与众多富豪关系密切 与许世人 则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 两个儿子被捕 世纪探案闹到全港皆知 郭氏家族的定海神针邝肖青 一度被气到高血压入院 而受这一系列的负面消息影响 券商及评级机构 对新鸿基地产前景普遍悲观 高盛就公开称 无法确定新地的发展前景 故暂停其评级及目标价 并表示 以往给予的评级和目标价不再有效 亦不应依赖 两昂证券也认为事件 将获及其他地产股 建议投资者 趁低吸纳新地时要三思 是时候 重新给这场太子复仇闹剧 一个公正的裁决了 2014年1月27日 新鸿基地产创始人 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最大受益者 郭姆邝肖青 减持新地1.73亿股 其持股比例 由31.32% 降至24.93% 同日 郭炳香增持1.73亿股股份 持股比例 由0.82% 增至7.21% 郭炳香拿回了原有的股票权益 也重回家族信托基金受益人之列 作为妥协 郭炳香放弃了自己的报酬计划 也放弃了新鸿基的权力之争 1月28日 新鸿基地产董事会宣布 郭炳香因其他个人事务 以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同时称 郭炳香已确认 与新鸿基地产董事局无意间分歧 而另一边 为了给郭氏兄弟打这场官司 新鸿基仅律师费 就花费近10亿港元 宣判前一天 许世仁及郭炳香的代表律师 在庭上宣读了多封求刑信 其中一封来自香港前特首曾一权 他在信中表示 对许世仁被判有罪感到极度震惊 但赞扬许世仁在任期间 成功采取果断措施 挽救了香港经济 做出了巨大无比的贡献 希望法院酌情轻判 2014年12月23日 新鸿基地产涉贪案尘埃落定 香港高等法院宣判 许世仁被判入狱七年半 归还上案1118.2万港元赃款 郭炳江被判入狱五年 罚款50万港元 五年不得出任公司董事 而郭炳联全部控罪不成立 逃过一劫 回归新鸿基 为何三弟郭炳联能全身而退 外界说法不一 但最近热播的 以国家三兄弟为原型的港剧 《家族荣耀》里的一段剧情 似乎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剧中马家三兄弟牵扯进了贪腐案 之后马老二自告奋勇 一人顶下了所有的罪 让兄弟脱身 而报酬则是公司4%的股权 回到现实 郭炳香筹组了帝国集团 自立门户 至此 这场争产大战才算落下帷幕 直到多年后 郭炳香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才逐渐出现了缓和迹象 2016年10月11日 郭炳香在出席旗下 帝国集团地产项目记者会时透露 已与弟弟郭炳江见面 2018年 郭炳香以87亿美元身家 登上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10位 已让这位年过花甲的富豪心力交瘁 身体状况堪忧 2018年8月27日 郭炳香深夜在家里晕倒 送院治疗后陷入昏迷迟迟不醒 尚在狱中的二弟郭炳江 设法申请了几个小时的探视权 到医院见了哥哥最后一面 这是兄弟三人此生的最后一次相聚 55天后 郭炳香病逝 享年68岁 而与红颜知己 唐锦辛的最后一次同框 也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了 据传 就在郭炳香昏迷期间 唐锦辛曾数次请求去医院探望 但是都被郭家人拒绝 二人至葬礼也在未得见 由于生前未立遗嘱 郭炳香去世后 近600亿港币财产一分为二 一份留给妻子李天颖 另一份由母亲邝销卿继承 唐锦辛分文为德 随着郭炳香的离世 郭氏第三代家族成员 开始走进大众视野 在郭炳香被捕后 妻子郭基辉被正式推上前台 成为新红级第三代执行董事 上任后的郭基辉并没有让人失望 他负责的项目广州红城和列德千玺 都破为成功 新红级董事局名单里 第三代郭氏家族成员 除了郭基辉外 还有郭炳莲之子郭基红和郭浩里 而很早就进入新红级 从基层开始历练 一度被认为是新红级的接班人 郭炳香之子郭基俊 因为父亲郭炳香多船的命徒 以悄然与新红级继承之位 失之交臂 新一代郭氏三兄弟登台 但这次已经没有了长兄一脉的仓伙 在2021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 邝销清以134亿美元的财富值 文居香港女首富宝座 不知道这一切 是否是这位92岁老母亲想要的结局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这里是冲锋扒斯 我们下期见